碳中和时代来临,各国纷纷开始大力推动新能源车的销售。 美国拜登政府更是承诺2030年前,电动车将载新车销售的40%。 而李,由于重量轻这个特点受到电动车制造商的青睐,成为其电池中的主要材料之一。 李电公司ORE也将从中分以备更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今年8月,李电公司ORE、Orocopery Limited和GXY Galaxy Resources进行合并。 Orocopery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收购Galaxy 100%的股权。 Galaxy股东将收到每股0.569 Orocopery股票作为交易对价。 合并后,Orocopery股东享有剩余54.2%的股权。 Galaxy原股东拥有合并公司45.8%的股权。 合并后的公司成为了全球第五大碳酸锂生产商。 ORE的Oloros李电项目自2015年销售碳酸锂开始, 其销售量一直在逐年增长的同时, 选择盐水矿床而非硬矿的提炼方式, 也让它的运营成本稳定在3500到4000美元左右一吨, 成为全球成本最低的锂生产商之一。 8月6日,Orocopery和日本Toyota合资建设的 日本首个电池旗轻氧化锂生产工厂Naraha举行了开工仪式。 Naraha工厂将以Orocopery、Oloros李工厂二期 扩建生产的碳酸锂的原料, 产出轻氧化锂供应电池行业。 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的激增, 全球电动汽车电池销量也在大幅增长。 在电动汽车销售的发展下, 下游对锂的需求开始增长, 预计未来20年的锂需求将增加15.9倍。 全球锂矿目前高度依赖澳大利亚的供应, 而目前多个矿山的停产导致锂矿供应缺乏弹性, 供应不足以及新能源车带动的锂需求激增的情况 会导致氢氧化锂和碳酸锂的价格上涨,利好ORE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-8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 点赞're 好